首先来看一下 我就以我规划这个课程 的过程给各位分享一下 事实上平常我想各位在思考的时候很多时候会在纸上 或是笔记本里面去画对不对 不管你是记事也好 或是你要思考一些课程规划一些课题 还是专案你总会先讲一讲 因为光靠这里 很多时候会不小心忘记 所以有些人他可能在睡觉 等在枕头旁边还是准备记事本 晚上都不好好睡一直想 想到就记 这样 有点 很容易会脑神机衰弱 没有关系 所以我给各位看一下 像这边我们新制图一样可以做 附件的连结 所以我如果点一下他会在这里打开 我本来是这样子的规划你看 我用了一张 我先缩小了 我先把它缩小一点 各位你可能会比较容易看 我用了一张 用了两张 事实上 我还有一个 对两张 有没有 我就在 坐在高铁上面的时候我就在想 这个要怎么弄 反正你闲着的时候就可以 对不对 其实我是没有很鼓励 各位一定要用电脑 因为电脑只是工具 对不对 你可以想好之后再把它放进来 那你再来做 因为在电脑里面我们要调整 比较方便而已 可是在思考上的话其实没有差 反正你天马行空都OK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在 新制图的时候我就在想说 新制图到底要包含哪些东西 可是我们用手绘最大的问题在哪里 这些也不够 不够 要补充也不太方便 对不对 我们才会遇到问题了 所以 我们一般你可能就多带几张 不然纸就那么大张 不然就翻面 对不对 找空隙 插缝隙 插到后来有时候会很乱 所以呢 这怎么办呢 所以 你等一下可以想想 我们用 来想看看说今天如果你用的是新制图案件 你就在这个调整上会相对比较方便 比较方便 你看我最后在想说到底要给各位练习哪些东西 好练习哪些东西 那 再来呢 可能我们在后面 一样 个人资讯管理 到底你有哪些资讯 你的Gmail Facebook MSN 这些是不是都相关的 我看到这个我突然想到 我读卡机没有在 糟糕 好 那流氧器的 还有安全性要怎么加强 对不对 这就跟你 生活上很相关的 还有群众上网 我就想想想想有没有什么 跟他相关 所以我会也会像这样一层一层 有没有再延伸出来 一样啊 比如说密码强度 它的长度复杂度 高风险网站你要怎么去看 对不对 有些网站 你还是要入口 才能够拿到一些资料 你们没有去过高风险网站吗 有没有 有没有去过去冒险过的 尤其是对岸的 因为上面 盘盘有很多 不可思议的资源在上面 因为对岸没什么 智慧财产权的 概念嘛 对不对 所以有些东西就是放在那边 你不入虎口 兼得虎子 但是用自己的 电脑去 这样是 很容易有去无回 因为容易送墓 或送土 对不对 那到底怎么去 对不对 所以就讲一讲 另外叫现在行动上网 行动上网虽然方便但是 安全性事实上是 值得考量的 你可能没有特别注意过 安全 安全线问题 这里可以上网就上了 那就有些危险 有些危险 所以 可能我就会去思考这些东西 慢慢补充 那你现在看到其实只是我 最初的一个稿件而已 但是后来事实上我在 这里面我还做另外的补充 还做另外的补充 就是我会先用纸有一个大的架构之后 我再来这里面再来做思考 再来做思考 所以 那什么是新制图 新制图其实英文的话叫 Mindmaking 不过台湾叫新制图 对岸好像不叫新制图 对岸好像称作什么思维图 图像还是什么 跟我们的那个 就是翻译方法不同 但是原则上英文是一样 英文是一样 所以那个不大一样 您可以从这边 您可以看到 新制图其实就是像这样子 我把这个换一下 显示方法换一下 好 点到它 我把这个放到最大 新制图原则上就是一个什么 关键字 或你有当初有什么一个想法 那以我这个来讲 就是已经有 定下一个题目了 好像作文题目一样 我定好了之后 我的主题就定下来了 再来由那个点 发展成 线发展成面 再把它变成立体空间 所以你用这样的方式你就可以天马行空 这可以增加很多 好 像这样子 你可以是一个图片也可以啊 这边一定是一个主题 对 我看到 就好像说 你们看到 有些人他会用 看图说故事啊 有没有有些记忆法是看图说故事的方法 为什么 因为大家看图片你去编了一个你能够你写的故事之后 你记忆就会比较深刻 那跟那个是一样的 所以你就可以像这样去延伸 那包括了像我们什么 学习 学习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因为平常大部分大家上课都是体系这样 埋头骨干嘛 对不对 但是有时候这样 你边看边操 虽然增加一些印象但是有些会这样 给落高 你们上课 同学上课会不会有这种群情啊 老师 有人会有提出这种问题吗 不会都不敢讲嘛 老师就继续讲 可是来不及操啦 所以会有这样 那脑力系上也是一个很好的 对不对 比如说 像同学可能都会有 专题 专题里面 一定是分组的比较多嘛 那你是怎么样去 把你的想法讲出来 他的想法讲出来 然后去系上出不一样的东西来 另外呢像我们这些档案的规划 笔记 对不对做笔记 甚至 这种工作组 事实上都很常用 跑得很常用 所以这个是给大家 看一下 其实有这样的一个 比较特别的方式 可以去做 那这个呢 如果我们要看 到底什么是新制图 我们来看一下 维基百科的解释 这个 我看到了 这样称作这个 或这个 差点了解吧 这是大陆的 大陆的 撑法 那其实都没有关系 事实上都一样 所以你看到右手边 有没有 这就是手绘的 手绘的 像这样子 那 另外像下面 还有一张 对吧 对不对 其实我们手稿大概都是像这样子 其实 没有人管你手稿漂不漂亮 其实主要是那个思考的方法 对不对 好所以 你了解这个方式呢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您看这边 你看 这里有一个 有几篇文章 像我们在 一般我们在思考的时候 用纸张有一个比较难去 图获的就是 你要连结到 以外的东西 就是除了文字以外的东西 你要做比较难 对不对 可是我们用短节的时候 你是不是超连结有一点 就可以连过去了 或者说我可能有一个影音 或图片 都可以像这样 所以你看我们点过去之后 我们来看看这里 有没有 字帐这个网站就是那个 Smy这个 软体的中文推广网站 它上面呢有很多的这个电子报 你看 有没有 他们会发起那个电子报 那他会把它变成中文 所以你有兴趣也可以来这边看看 怎么样拔开 平塞 其实思考一下你会发现说 其实思考方法很多 买一种方式好 不一定 找到最适合你的 那是最重要 那是最重要的 跟我们软体事实上都一样 所以为什么说今天要考验大家 有没有认真自信 也没有把你的涉体带来 好那 所以呢 你看这边还有几个文章也是一样 让你的想法 视觉化呈现 像这个也是我们在做那个就是 像我们本身在 视传嘛 视觉传导 那很多时候 你脑袋想的画面跟我想的是不一样 对不对 那怎么样把你的想法把它比较具体化的展现出来 好 这样这样也是一个新字符 也是一个新字符 那所以 你像这样子了解了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看 比较常见的这个新字符呢 大概有这几个 最有名的应该叫MyChair的这家公司的 但是 他们家是付费的 所以我没有用它 但是 也不错啦 他也是 就是很灵活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一家 SMy 因为他本身就有提供这种不用安装版本 而且 在 免费的这个功能上 应该就可以 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 当然如果你觉得 付费的功能是你一定需要的 那我也是鼓励各位可以用付费方式 不过那付费方式是按 用租的 也就是按年的 好像我们那个 那个什么那个 房租软体一样 有没有 租业啊 一年一次啊 这样 好所以 这个 你有兴趣可以看 那另外一个呢 是叫做FreeMind FreeMind是一个 比较特别的就是 他是所谓的open source的软件 那他 我没有选用他的原因是 他比较单纯 就是说你如果要做比较多功能的 他可能没有 他是比较 单纯的就是让你去把你新字符完成 好他也是免安装 也可以免安装 但是 也不错啦 也都有中文的界面 都有中文界面 也是也不错 那么 最后一个 是这个 这个 原本应该是在我们 上礼拜 怎么制作简报那边讲 但是呢 它的呈现方法 有点类似新字符 那什么意思呢 我特别把它 弄成叫线上简报 什么叫线上简报 现在我们简报是都是一页一页的 对不对 但是 我们先来看一个例子好了 好吧 我们来看看这个 我看一下 这边好 这里有个设定我刚打开的时候有没有发现都是在 IE里面打开 那么预设的话是在那个新字符里面打开 如果你觉得账户OK的话 因为有时候毕竟那个 你就用账看不方便嘛 那你可以来这边 编辑里面 有一个偏好设定 自己里面的偏好设定 您可以看到呢 在里面有一个跟浏览器有关的 像这边你把图面打开有个网页浏览器 那这里面呢你就可以选择就是 使用的是内部的浏览器还是外部浏览器 有没有看到 两个 好所以如果你想要用外部的 勾起来之后你只要点的是超连结 他就是用 IE打开 好这看你 所以你可以透过这个方式那顺便提一下就是 因为我们应该要跟Office一样 有时候不小心会类似遇到这样有没有 当机的情形 请问Office系列会不会自动存档 会啊如果不小心当机他不是就会告诉你说上次哪个档案怎么样 不小心当掉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来这边有一个通则 有看到自动存档的选项了吗 所以记得把这个勾起来 这个有设定无勾笔 以防万一 因为有时候毕竟难免嘛 没有可能会遇到这样的情形 你可以把这两个选项你可以先把它设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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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